車頭引擎蓋設計與前翼融為一體 更加流暢 充滿力量感 義大利品牌法拉利推出B12引擎旗艦超跑 群名Dolici Cinderli 就是義大利文的12氣缸 宣告霸主地位 Dolici Cinderli搭載6.5升V12自然近期引擎 最短馬力819匹 0.0加速只需2.9秒 急速來到每小時340公里 比飛機起飛時還要快 台灣將在第四季前亮相 才剛發表就來台 就是因為台灣車主很會買 各類車款就算等也要入手 摊開數據來看 台灣六月掛牌24輛法拉利 每輛都是兩千萬起跳 其中還有限量的SP3 全球只有599輛 一輛要價約1.3億台幣 光六月台灣富豪就砸了將近5億元買超跑 對手品牌也不例外 台灣保時捷在全球銷量衰退 逆風高飛 第一季共交付一千四百零九輛 上百甚至上千萬的超跑 平均一天可以賣出十五輛 年增百分之十九 成長率是除了德國之外 全球第二高 高端品牌它其實反而受到景氣衝擊 比較沒有那麼大 一定也有影響 但是相對會比較沒有那麼大 超跑三大牛馬挖 在經濟不景氣之下 全球銷量衰退 但台灣超跑市場 依舊能逆勢成長 再次讓原廠看見 台灣富豪的實力 下次喜歡張提強方向 TAPE 島